我們今次講到如何分享得救和生命的見證 我會簡略講回上一節講過 但著重如何改善,講得更好 在這裏有幾個重點 得救見證就是我們如何得救的過程 生命的見證就是如何神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的生命 這就是生命的見證 即是得救之後的時間 第一就是我們預備見證的時候 將它組織好 即是說內容不要散亂 不知去了哪裏 即是自己都組織自己寫大綱 寫大綱不一定要很複雜 譬如你講到以前我是怎樣,後來怎樣 有人幫我,後來我自己的生命如何改變 這就是將內容組織一下 例如有些人分享他以前是怎樣悠傷的 後來改變 即是怎樣形容出以前的情況 然後神怎樣使用那些人 然後他可能掙扎 過程怎樣逐步逐步去處理 然後最後能夠得勝 這就是有一個組織 我們什麼時候說話都是有組織性的人聽的 就不容易 第二就是 適不適合非基督徒和基督徒 譬如說在非基督徒的時候 有些爭議性的內容就不要說了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到教會裡面的問題 教會裡面有問題 基督徒有問題 但是同一個被不信的人說 講出教會的問題的時候 教會問題不是神的問題 但是人總有問題 那些不信的人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教會有這麼多麻煩 我們不想去 所以我們要分辨那件事 是適合對方的 就算他是信耶穌的 有些事情我們都是 譬如不適合跟他說 我們都要避免 第三就是簡潔和有條理 就是說 不要太多 侵聚的事情 譬如有些人 他將他的過程 有些不重要的事情 他都很詳細地說 那天我坐車 等車等了很久 後來這個車到 就是說說了很多內容 根本是不需要說的 那些內容可以把它拿走了 有條理就是說 是會有漸進的 怎樣的過程 有什麼 就是那個邏輯性 有邏輯性的 清晰分辨不同的人物 譬如有幾個人物 尤其有些什麼親戚關係 很多人聽到就會覺得很複雜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將那個人物 就簡化 譬如說A君 B君 C君 都可以說 譬如你姨婆的姑 什麼什麼 那你有沒有親戚 就行了 不用說了 然後呢 就第五 有重要的細節 這一點就是我 今天特別強調這件事 那什麼叫做重要細節呢 就是說 譬如 有個人 他以前很憂傷的 那他憂傷到怎樣呢 那他講出來 那我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第一個教會 侍奉的時候 我信主 我就很熱心傳呼吸 那我當我做牧師之後呢 其實那個教會很大的期望 對於我 因為我在做平信徒的時候 都是很熱心的 那他 就是我開始做牧師了 那時候呢 尤其是當時有個童工 他就 有很大的期望 那期望呢 就像我一出現 就發現 好像很轟動性 這個教會 或者怎樣做到 合他的看法 但他就覺得 我不合他的標準 就是他覺得 做法 不適合他的看法 那他呢 就用的方法 就是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又跟我說 跟著呢 這個 是之前的 已經息怒歸主的太太 那我太太呢 又聽完這些 很不開心 不開心呢 結果呢 我就當時真的很沉重 那沉重的時候呢 我就 也都常常呼召我 回來香港的 我就很想回來香港 那我當時有得到一個方法 得力 回來香港十天 十天 就是一個免費的機票 就幫DHL那裏 那裏拿一些 他們那些 速遞的貨物 回去很開心 所以我見到維多利亞港 很開心 我上班也很多次 見到我 那時候上班 第一天 第二天 忽然想 我幾天之後 就要回去 我心裡馬上恐慘 馬上覺得 又要面對那些困難 可能中間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即是呢 那種重呢 是 當我們想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心裡很重 再以別人來說 真是很難挺的 其實我在那段時間 增加很長的時間 天天呼求神 神啊 你憐憫我 幫我助我 釋放我 我感謝神 現在神給我不同的方法 輕鬆得勝 怎麼放手 至於我講一些重要的細節 什麼重要的細節呢 我會重到你回來了 嘩 很開心 但一想到要回去 立刻 啊 重了 可能大家這個情況 都發生過 都未定 譬如我試過 人頭有人傷害我 接著我說 好 放手 放手 就不要理他 不要放在心上 他都是有些問題的 他會很容易批評人 我放手 當時來說 理智上放手 但是分了半年醒了 第一件事 我心裡覺得壓絕 我知道未釋放 我知道需要處理 那我一直說 耶穌愛我的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的 我祝福他 我體恤他 我憐憫他 我嚴恕他 他做的事 他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那我不需要介意 因為我受介意 就很慘了 我一直宣告 耶穌愛我的 Hallelujah 我有很多原因開心的 Hallelujah 一直宣告 我一直贊給神 一天一天 便宣告 第二晚都沒有這樣壓著 他的感覺 即是說 我就將內容一些細節 重要的細節說出來 這個是我們分享的時候很重要 即是觀察到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的細節 觀察第一 幫我們自己 我用個例子 譬如有個人發現 有個人對他不好 一說話 你馬上就有反應了 不開心 那麼我們認識自己 為什麼我這麼被他影響呢 然後他說話 一令我一想起我媽媽 譬如這樣 假設 他一令我一說話 一令我一想起一個 沉沉沉沉的說話的人 或者以前有些人這樣壓迫我 於是我一看到他壓迫我 我立刻覺得不開心 那我分辨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能夠找出 即是我為什麼這麼受影響 即是有些人 那些叫做地雷 你一碰到地雷 你一碰到地雷 就不可以碰到的 一說一個字 那個字就是它的地雷 譬如說 假設 有些人 我常常找一個例子 譬如說 譬如說 有個廣東話也有說 崩口人被寄崩口碗 那人是崩口的 那你剛吃飯 那碗是崩的 那你就說 那碗是崩的 那個人就說 你說我而已 你看看 就是排骨子 就是崩口碗 那他了解到 原來人家說 崩口碗都不關他事 他就已經不開心了 因為 這是地雷 就是崩口 是一個地雷 我們知道我們是什麼地雷 我們就知道怎樣處理 那外國又有一天分享 為什麼都要分享呢 我們分享就幫了別人 我們當中有些人 也有不開心 其實每個人都試過不開心 每個人都試過不開心 每個人都試過傷害過 那我們的過程 我們怎樣處理 我能夠說出來 聽完之後 覺得 我都有這個情況 我都有被人說完 我的心很危 很不舒服 見到某個人的樣子 已經不舒服了 真的 我都試過 嘩 最好他消失 當然不在我眼前出現 他在別處不要緊 他在那裡不要緊 我不是要他人間之法 總之他沒有見到他 見到他 立刻覺得不舒服 我都試過 但我自己需要處理 怎樣能夠放手 這就是重要的細節 還有帶有感情 所以當我說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認同 我也試過 我也受過這些苦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人們聽到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真的人 為什麼我要說真的人 我認識有些基督徒 不是很真 好像他說話 虛無飄渺 好像跟這個世界不同 雖然我很喜歡神 經常聽我說神怎麼好 天堂怎麼好 想到耶穌我就歡喜 但我亦都將很多我的教導 落實在實際生活之中 因為如果我經常說到天堂飄啊飄啊 神那裡輕輕鬆鬆 世人什麼東西都不要緊 那時候 只是這樣說 神多好 人未必收到 我們都要實際讓人知道 人的實質 也讓人知道 我也是人 我不是超人 我也是一樣 我有情緒 不過我學會怎樣處理 到今天我還有情緒 有 不過我儘快處理 我不是說 被人傷害完 然後沒事 你女兒又一樣 不會的 不過 處理得多快 有時候在聚會之前 有個人說過不舒服 我如何立刻儘快處理 在聚會中不受影響 這也是我本身經歷過很多困難 而我們始終是人的日子 仍然是人的日子 我們仍然會受傷害 而我們如何處理 這就是一些重要的細節 其實這些將來學習到 我們就可以要來分享 其實很多人有這個恩賜 今天有一個姊妹 跟我分享一個 她以往的生命歷程 我聽的時候 她說得很有條理 令我很深深明白 她以往的困難和痛苦 然後她如何出來 我一聽完 我說 你真的應該在這裡分享 那姊妹因為她今天 需要在教會的侍奉 我跟她們出去祈禱 所以她今天不在 我就說 你一定應該來分享 而且我發覺她有這個恩賜 她的經歷是可以鼓勵其他人 因為她真的受過很多傷害 但她可以出來 她可以出來 她現在是一個開心快活人 我覺得很特別 我很欣賞她 她也很感動 我說了欣賞的時候 她也有點眼濕 她也覺得有人感受她的感受 我很欣賞她 我覺得 你有這個恩賜 我希望發掘我們每一個人 我不是說要發掘最厲害的 個個都可以發掘的 個個都可以被神使用的 都是在這些細節上去努力 怎樣講一些重要細節 以及有感情的細節 下面我講到感動性 怎樣有感動性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榕樹頭聽人說故事 或者大大地聽人說故事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人聽過 沒有聽過 以前的呼聲 收音機 那些故事有沒有聽過 我們這些年代跟你不同 哈哈哈哈 真的有些人說故事 是很好聽的 即是她將你形容 哇 含一陣涼風 吹到頸裡 忽然間打個爛陣 總之她什麼 你形容得很有感情 你聽完之後 你都好像坐在那裡 立即有一種感覺 有些人聽說故事 真的很厲害 那我就不是說要你這樣學這一種 最主要就是 我們能夠將那些細節形容出來 能夠呢 別人聽完之後覺得 我都試過 我可以明白 我可以體會 譬如我自己很實際地說 我都試過很多次 我和人在祈禱的時候 那個人很大的經歷 我心裡之後 啊 立刻偏偏見 啊 很厲害 神就立刻提醒我 立刻在他的內心 立刻在他的意念 彈出來 你這樣是不是驕傲呢 我立刻在神啊 赤面我 是你做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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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你的工具 多謝天福 就是我在內心裡 我一直要說服自己 讓我不要有任何的驕傲 我都是一樣會被罪影響 但是我盡快處理 又看到一些人 立刻不順眼 就是覺得這個人 哇 很難搞啊 這個人 但是我立刻覺得 不行啊 這個 當我心裡有一種 排斥某的時候 是不行的 我立刻處理 當我這樣形容的時候 人就會聽完 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真的人 是有感覺的人 這樣的時候 人聽完就會有感動性 我也不是要求你們 你們去到很高超的程度 未必的 你未必去到很高超的程度 總之你提升就已經很好了 那你向著這個方向 去一步步進步 譬如我自己來說 從很多年之前 以前的廣道和現在的廣道是很大的分別 是非常大的分別 我又形容一下 我現在分享給大家感受一下 我試過那時有些教徒跟我說 他說 你未說到那時 人好像呆了 好像定了形 為甚麼 做甚麼事 在想那邊 反反覆覆地想 怎樣轉接第一點 怎樣轉第二點 用他甚麼說話轉接 經常都在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他們覺得 未到廣道 好像定了形 一路 做人不太捨得招呼 好像呆了 那樣 就是因為我在這個困難之下 所以我都會看過有些人 可能要分享 要分享 要分享 會有這種情況 將這種感覺說出來 其實 這個 在5月第2個禮拜 我們會講到溝通 溝通很重要 是 溝通有感覺 大家可能會認識某些人 你跟他說話是沒有反應 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人 第一 很難跟他有好的溝通 很難有好的回應 你跟他說話 好像他沒有反應 都不知道他是怎樣 這樣的時候 是困難的 同樣在分享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留意到我們的感覺 我們能夠處理到我們的感覺 我們說出來的時候 人聽過就會受感動 這個是 即是 我要變成一個真實有感覺的人 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亦都能夠處理自己的感覺 能夠接受人的感覺 能夠更加敏感人的感覺 即是敏感自己的感覺 和敏感人的感覺 這個是幫助我們生命的提升 和人變得活潑可愛 師傅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分享之前怎麼走出來 但那個人說的時候 都有點相同 那其實是否一個不好的見證 還是怎樣 譬如說那件事怎麼走出來 但還有些不開心 那是否一個不好的見證 我又覺得是怎樣說法 譬如說的時候 都會有些眼淚 都會有些憂傷 我覺得是正常反應 可以的 但如果說的時候 那個壞人 那天這樣罵我 真的生氣了幾十年 那一說的時候 那天聽的人覺得 你還在生氣 那你就不要說見證 但他都會說出他的憂傷的時候 別人聽到都會覺得 這件事的確是影響他的 但他怎樣可以有其樂 所以我覺得是 強烈的 如果強烈 沒處理到的 就應該先處理 但已經開始處理 其實都可以分享 現在還不行的 我還是很不行的 不過我正在處理 但總會有一些平安 起落出來 就是輕散 就不會說 一邊說的時候 一邊罵出那個人 罵了很久的分享 那就沒有建設性了 這個就是分辨 OK 下面就是講到目標 目標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讀 那行 分享內容是 簡單、清楚、有條理、有重要細節、有感動性、有理性、有說服力 就是說內容是簡單的 不要太複雜的 清楚 你要說什麼清楚 有什麼發生 有條理的 有層次的 有邏輯性的 有重要的細節 不要只說 如果說我以前還沒說耶穌 後來說耶穌 很開心 沒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呢 以前不開心 現在開心 你聽完沒有什麼感覺 但如果你詳細形容 譬如我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是沒有笑的 為什麼沒有笑呢 因為家裡經常都是 你要做事 你要罵 不准你做什麼 這樣的情況 長大 我不是一個 開心快樂的家庭 長大 在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我可以去到阿里多利 感受神的愛 可以完全喜樂 是很不同的 以前我曾經有那些仇恨 因為家人對我的傷害 我曾經想過 有一天 會殺死他這樣的意念 這樣的憎恨 但是神又幫過處理 這也不是很長久的感覺 但是當時試過有那個感覺 那時候人們聽到可以這樣的情況 還有很多方面 我是不感受到人的感覺 但是可以逐步逐步成長 我就說出那種實際的情況 給大家明白 這就是有重要的細節 有感動性 人聽完之後會覺得 你不要想著我要感動他 總之你自己都會覺得神真好 神真好 經常都喜歡神 我們自己被感動 我們自然都能夠感動人 有理性 就是不要亂了 有些人說話是這樣的 分享 所以耶穌就沒有了問題 所以耶穌就說 神都幫了 全部問題沒有了 神就解決了 那時候 好像不太合理性 神怎麼幫你呢 要有層次 逐樣解釋出來給人聽 有說服性 有時候有些情況 譬如單單是巧合 我們不能夠 怎樣說呢 即是說 如果這個人還沒有信耶穌 我們要想著這件事 如何能夠說服他 讓他能夠看到耶穌的美好 即是有說服他的能力 聲音 大家留意 我的聲音都是 有大聲有小聲 又不是經常大聲 你聽他說話 句句都大聲 有時候停下 停下 那些人會頂一頂 會想一想 即是我自己也有時 我曾經反思 神啊 到底我的生命在你面前怎樣 我很多次在神面前反思 神啊 到底我在你面前怎樣 你是不是喜悅我呢 而後來當我走神的路 我真的經常都告訴自己 我做每一樣小的事 為耶穌 神都會歡喜 那你留意我 那時候 就是有停 有激昂 有柔和的時候 那時候 還有學共鳴聲 是要你天天唸 嘩 嘩 嘩 這個聲音 那你講話 就算我不用麥克 那樣 Hallelujah 你聽到聲音響響 在我周圍響 這個需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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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喉嚨 嘩 嘩 嘩 因為打喉嚨 就開了口 口 口 有個軟口蓋 我們有硬口蓋 在牙後面 硬的 然後 再後面 是軟口蓋 可以起的 吊鐘 可以上 可以下 可以看 動一下後面 發覺會上會下 你打喉嚨 嘩 嘩 那聲音是最響的 嘩 嘩 嘩 聲音是會響的 和會圓的 嘩 聽到聲音是圓的 卻不是尖的 這個 還以小腳掌 整個樹林也聽到 它的雀在嘁 這就是共鳴聲 有心比神勇 需要學習 什麼都要學習 我自己都是操練彈 彈琴、彈吉他、唱歌、分享 我都粗练了很多很多 讲道都是我自己很努力的 很多方面 心理动作就是由脚开始 就是当你的脚会动 就算是小动作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就好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 就只举手 而是由脚开始的动作 但是有时候大家出来分享的时候 可能都不会一下子能够去到这个位置 但是你逐步努力是可以去到的 就是观察一些人的反应 我习惯这个是讲道学都教的 看着你说的人 如果你一对一 你又看着他的眼 那你又不用不断看着 有时看下又看开下 就是不要钉到全滑 但是你看下又 就是轻松 总之轻松松就可以了 那望人讲述的时候 或者分享的时候 就看下一个又看下第二个 就是很自然地 就不会像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不用这样的 很自然地的眼睛去到哪里 就看哪个 这样的时候 就是这个眼神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眼 和另外一个笑容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轻松地去分享 让我们两个人感受到 我们在神里的喜乐 和玩籠 音声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